大家好,朋友们,现在是2020年的12月13号周日,现在是上午的11点50分啊 给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问好了 这个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还是关于这个乡堂村强拆的 大哥,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日本国营大屠杀人民的纪念日 希望天爷是在县制令,以及为传人归靠日捐献身体的健康 哎呀,捐献,捐献生命的将士们,你们在县制令啊 你们为了是,好歹如此,有一个安静的日子 现在,爷爷,你也知道,你的孙子已经八十多岁了啊 呃,把发布的信息,卖进整个真政府的房 呃,为了在这儿安静晚年,可是到现在,也是他们有来拆我们的房 我让,我让我们住,现在我们的处境,比日本世界还燃热 呃,我们没有,人身自由,我让我们出入 呃,你们呃,你们呃,为了,为抗日战争,牺牲的团体的将士们 你们在县制令,保佑我们,不能让他们把我们打死 反正我们是,我是八十多岁了,可不我要,可能得死自己的人手里 呃,起来了,爷爷,起来了,起来了 我还我一还我,你还我,别哭了,没事了 哎,我这一辈子的心血啊,我这一辈子的心血都透在这儿了 他们政府是个大骗子,骗了我们了,可把我们骗出了,我们没有活路了 舍冷了,或我养费才怪他,呃 我post двух 我都做了呃 dude, 别扣了,大骗子谁啊? 行啊,老爷子 小爷子 耶, avan some money 你不要也真了,伤悲,没抗日战争,全 karena, INTERVIEWER primarily 既然想出了生命,抛头路,洒热血,你不是任. 这大爷说比日本时期还要严酷 日本人都没有说随便就拆房吧 说是有三光政策 那是对八路军的控制范围内 有些地方可能有过 我们没见过 见过历史照片 但是这个老百姓合法的财产 像这大爷一辈子的心血 他的爷爷 他的叔叔 他大哥 好像都是八路军 都帮着共产党打天下 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结果现在老头一辈子的心血 是吧 就花钱在这买的房 非要给拆了 昨天我做的节目吧 昨天上午还有93岁的 还有做完手术的 还有病人 还有小孩一两岁的 都面临着无家可归 真的太残酷 太野蛮了 真的惨无人道 毫无人性 而且人家有政见 对吧 武政俱全 这个湘唐村政府 村委会 催村镇吧 是催村 催村 对催村 不是兴售 催村镇政府 昌平区政府 昌平区土地局 都盖了大鸿杖的 对吗 如果有问题 有问题 你们出发 你们自己 对吧 你为什么让老百姓买单呢 你说的通吗 这个鼠酒寒天呀 石冬腊月 然后这些人怎么办 真的我觉得 惨无人道 唉 说多了 我心情也难受啊 就说到这吧 我心情也难受到